我们都知道娱乐圈中很多明星都喜欢给孩子认干爹干妈 一般都是父母比较好的朋友 杨命女儿小糯米的干妈是周比畅 赵薇女儿小思月的干妈是歌坛天后王妃 这也算是给自己的孩子多铺了一条路吧 而赵丽颖当然也不例外 赵丽颖和冯绍峰两人在18年的时候 直接跳过了宣布恋爱的步骤 官宣了结婚的消息 19年3月份的时候 赵丽颖生下了两人的儿子想想 就像很多网友认为孩子的干妈一定是谢娜的时候 赵丽颖却表示想想的干妈是另外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在娱乐圈中赵丽颖和谢娜是出了名的好闺蜜 不仅以大哥二弟相称还经常在节目中相爱相杀 而他们俩的交集是从偶像来了这一档节目中开始的 据说两人之前频频撞山 还因此撞出了友谊 赵丽颖性格单纯说话很直接 但谢娜却一点都不介意 在节目中赵丽颖就经常对辛娜补刀 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 后来辛娜又邀请赵丽露制向往的生活 两人一见面就亲切的称呼大哥二弟 对于网友起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这两名字呀深表认可 而且两人在节目中几乎形影不离 谢娜也自曝说在过去的一整年中 赵丽颖很忙的时候只有三天假期 都是去找谢娜的 可见在赵丽颖的心目中 谢娜是相当重要的朋友 然而赵丽颖却并没有让儿子认谢娜当干妈 而是让另外一位大家都想不到的人 她就是歌手张碧晨 许多人都很疑惑两人之间会有交集吗 其实赵丽颖参演的电视剧《楚桥传》的主题曲 就是张碧晨和赵丽颖共同演唱的 虽然赵丽颖说话非常耿直 有时候还显得情商不够高 但她在娱乐圈的人员却非常好 与她合作过的女演员基本上都会成为她的好朋友 而张碧晨对赵丽颖呢也是毫不利色的夸赞 后来张碧晨与华晨宇未婚生女的消息后 赵丽颖为了减小一些负面的影响的热度 也让工作室发文吸引一些流量 一直以来赵丽颖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于她非常的朴实真实 从不藏着业者 她与冯绍峰因为电影《女儿国》而结缘 后来在《知否知否》当中有一次携手合作 两人光速结婚生子 短短两年后两人官宣离婚 当初他们二人官宣结婚时也是没有一点前奏 如今离婚时呢也是这般的果断 一点都不拖拉 不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她还是那个批命三娘 2020年12月电视剧尤斐上映 这是赵丽颖场后付出的第一部剧 许多观众发现赵丽颖的气色大不如从前 很憔悴 眼神都不一样了 世界上也确实如此 尤斐是2019年9月开拍的 那时恰好是赵丽颖刚生完孩子半年 出产假而已 可以说自从生完孩子 她几乎没有着过家 一直在各个剧组里面轮着转 她一直很清楚演技和作品 才是立足娱乐圈最有力的武器 作为当红85花旦的赵丽颖 如今拥有着超高的国民度 人气流量 再加上她本身就属于事业型女演员 因此离婚事件反倒让她收获了很多认可 表示以后可以安心称激事业了 天道酬情 这句话没有错 就像她所说的过去很好 未来一定会更好 如今离婚是结束 也是新的开始呀 对不起 再次复兴